贝爷这期终于来到怎么中国了 满满蛋白质的蚂蚁蛋一抓一大把 一斤多的大牛蛙 瞎头去尾 说干就干 鲜嫩多汁的探口小Jerry 安排 Hello大家好 我是贝爷吃不到的女人 吃瓜姐 贝爷沿着海南街头一路狂奔 一出场就选择了路过的一辆三蹦子 贝爷二话不说 就和摄影师一起跳了上去 和贝爷同行的还有两只配妻 此时正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幸好这里是市区 不然贝爷又该发挥 他那掐头去尾的传统手艺了 三蹦子很快离开了市区 来到了黄郊野外 贝爷看到一处水潭就动身一跃 摄影师也紧随其后跳了下来 但贝爷很快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因为前方就是一个断崖式的瀑布 贝爷只好选择眼前的藤腕 慢慢的爬上去 二十多米的高度 贝爷手脚并用 艰难的爬了上去 那咱家摄影师就不要了嘛 据说这层江是打仗的地方 这里非常的危险 很可能脚下踩着的 就是一块生锈的地雷 这潮湿的环境 树叶上爬满了蚂蚁 还没等贝爷动手呢 蚂蚁们就开始拔起了左供 咬的贝爷吟吟直叫 这个男人肯定不肯就此罢休 你咬我一口 那我就吃你全家 于是贝爷就用小刀切开蚁巢 逃出里边的蚂蚁轮 一抓一把的塞进嘴里 美味的吃了起来 你咬我一口 贝爷又还了回去 大家觉得这样公平吗 补充蛋白质以后 丛林探险正式开始 刚走一会儿 贝爷就被一条深沟挡住了聚落 湍急的河水 十几米的高度 贝爷要从这里摔下去 那摄影师 不就直接失验了吗 贝爷嘴里不断发出 鸣鸣鸣的声音 原来是害怕了呀 啊好吧 就请大家在评论区里 回复贝爷最强 有了大家的支持 贝爷酝酿了许久 终于鼓起勇气 他小心谨慎地 爬过了一棵被台风刮抖的树 成功地到达了对岸 悬着的西也终于放下了 丛林的山路 特别的难走 困难更是一个接着一个 刚离开深沟 贝爷又为一条大河挡住了聚落 河面特别的宽 加上台风 暴雨 河流更是深不可测 暗流涌动 贝爷一下子心里又打起了退堂鼓 但一想到瓜姐和瓜粉们都看着呢 死要面子的贝爷 只好硬着头皮游过去了 可当贝爷游到河中心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河水并不简单 河底有着涌动的暗流 而且空中还下起了大暴雨 贝爷在水中艰难的勤行 还要躲避河中不明物体的冲撞 瓜姐再次担心起了咱们家的摄影师 瓜粉们还不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吗 幸好贝爷抓住了一根浮沫 才能够艰难的游到对岸 用尽了全力 渡河的贝爷已经累得不行了 他决定先去找点食物补充一下体力 眼前这个洞穴就是一个觅食的好地方 进去之前 贝爷利用树叶和竹子制作了一个火把 刚扣进洞口一股浓浓的笨香味就扑面而来 原来里边是蝙蝠的老窝 为了防止背部感染病毒 在进去之前 贝爷脱下衣服做了一个口罩 把自己的脑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现在万事俱备只差蝙蝠了 进去一看密密麻麻的蝙蝠挂满了整个烟壁 这画面吓得贝爷小鸡一颤赶紧逃了出来 当饿到脑壳发晕的贝爷 看到食物哪有退缩的道理啊 作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他决定做一个网拍子 此时他开始干起了手工活 另有树枝和藤外相互缠绕 一个抓蝙蝠的拍子 就这样腾空出声了 最后贝爷将火把直接扔进了山洞里 火把产生的烟雾能够把里面的蝙蝠寻出来 这个方法还真是有效呢 洞里就像炸开了锅一样 只见一群蝙蝠飞出来 贝爷就给它们挡头一棒 直接就终结了它的生命 但是这玩意儿贝爷可不敢生吃 他先把蝙蝠装进背包里 等到晚上有火的时候烤来吃 晚餐就这样提前准备了 河流虽然是贝爷逃生的高速公路 但也不一定是顺畅的 快速前进的贝爷 突然就来了个急刹车 原来又一个瀑布挡住了贝爷的去路 毫无办法的贝爷 无奈这一次只能选择肉路了 他只能再次回到丛林 虽然晚餐有了 但是午餐还没有吃啊 这会儿肚子已经饿得不呼救了 就在此时 贝爷发现了一条眼镜蛇 要知道这可是在中国 眼镜蛇那只几级保护动物来着 抓一条 可能下一期 节目就要眼尖欲逃生了 于是贝爷缓缓地后退 懂得那是相当的自然 不一会儿 贝爷的去路又被一个瀑布拦住了 人狠话不多的贝爷 也不管下边有多高 直接抓住一根藤腕 就荡过去直插湖中 摄影师也紧随其后 直接跳了下去 在这里 本瓜基本可以确定 这摄影师肯定比贝爷更强 嗯 这个摄影师工作得多少个W 才能一个月呢 这面也不是这么拼的呀 在河边 贝爷又发现了一只打加油的瓜 看着这个满身肌肉 还那么性感的瓜 瓜姐的口水差点就兜不住了 只见贝爷发挥传统手艺 狭头趣味 最后就直接放进嘴里 一顿生肯 哎 这瓜 鸡肉味 嘎棒脆 吃完了下午茶以后 夜幕很快就降临了 贝爷急需搭建一个庇护所 在丛林睡觉 必须要远离地面 于是 贝爷就用一根竹子 做一个吊床 他先把竹子分开 做成竹条 然后用藤腕把每一根竹条 编织在一起 最后再把两端 固定在树上 一个简单的手工吊床 就这样做好了 你还别说 贝爷这个手工 多是不错呢 现在正直雨季 避免下雨 贝爷把树叶 托在架子上 做成屋顶 这样一个遮风挡雨的 吊床小窝 就这样做好了 接下来就该准备 今天的晚餐了 虽然贝爷背包里 已经有了蝙蝠 但是贝爷还想尝试一下 中国的其他野味 于是贝爷就在附近 设置了好几个线角 夜幕降临 贝爷将蝙蝠穿在树枝上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 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忙活了一天的贝师傅 现在已经开始 制作他的碳烤蝙蝠了 起锅烧油 放入蝙蝠 烤制两面金黄酥脆 不一会儿 一顿正宗的 贝爷秘制碳烤蝙蝠 就出炉了 贝爷直接美滋滋地 吃了起来 不一会儿 贝爷拔出了 呱呱呱的声音 却有时靠近一看 原来是一只 大的快要成精的蝴蝠 出现在了眼前 这只蝴蝠 看见贝爷 吓得瑟瑟发抖 可能是贝爷 误解了蝴蝠的意思 以为他是觉得冷了 于是 就将它 流进了火锅里 让它暖和暖和 翅膀喝足了以后 贝爷满意地 躺在吊床上 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 贝爷发现 昨天布置的陷阱 抓到了一只老鼠 虽然不够塞牙缝 但是贝爷也不挑剔 一段妥妥的早餐 就这样有了着落 放进背包里 继续开始逃生赶路了 丛林的杂草 非常的茂盛 现在贝爷需要登上高处 确定自己的方向 刚上到一半 还没有吃东西的贝爷 就开始 惦记背包里的早餐了 于是 贝爷逃出Jerry 一番处理之后 穿起来 直接生火探口 可怜的小Jerry 就这样 成为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虽然没有酱料 但是 从贝爷的小表情 就可以知道 这小Jerry 肯定是很香啊 补充完能量以后 贝爷终于登上了山顶 看到远处 高山耸立 贝爷忍不住 拔出了惊叹 贝爷找到了前方的山极限 那里 就是到达的终点了 确定好方向以后 很快 贝爷就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有一条大河 但眼下 是一条20多米的断崖 直接跳下去 那肯定是不行的 连摄影师 都不敢这么玩 所以贝爷决定 抓住沿架上的藤蔓 爬过去 爬到一半才知道 这个藤蔓 法语不良 长度只够贝爷 爬到一半的距离 然后他就要 当到另一个平台上了 面对着上下两难的困境 贝爷听到远处 拔动机的声音 贝爷直接一个飞身 跳下了悬崖 摄像师也紧跟其后 扛着摄像机一遇而下 最后 接应的渔船 成功地截到了贝爷 完美地完成了 本次中国海南 光野挑战 而摄影师 一脸懵逼地 看着贝爷 践行俊远的身影 默默地说了一句 下期 安可不玩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记 点赞关注哦 拜拜 拜拜